- 大家好,我們今天插一副小編- 蔡廣 - 星辰,我們來到了 OneFolz技嘉的攤位 -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OneFolz這四天三夜裡面 - 技嘉攤位有什麼特別的環節 -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他們攤位吧 - 好,我現在就身在我們尾巴克斯技嘉的電競旁邊區 - 在我旁邊這邊有的技嘉攤位最新最快的電競物店 - 歡迎大家來體驗 - 好,我們到處就來拍檔了 - 第一次了吧,我們都要拍檔了 - 十分之一,我們來拍檔的地方 - 在我旁邊的地方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YFORCE技嘉的攤位 我們這次邀請到我們技嘉電機周邊 世界群協力林宇先生 Eddie 哈囉 大家好 我們這次很高興的邀請到Eddie先生 來在我們這個技嘉的攤位受訪 那我想問說 技嘉從以往到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麼有緣 在YFORCE都能看見技嘉 因為YFORCE其實是一個 台灣第一次辦的所謂的Lamb Party 那傳統來講 其實台灣並沒有這樣直接針對玩家 針對性的一個活動 所以從三年前在內湖開始 其實我們就已經很積極參與了 那我還蠻記得就是說 那時候在內湖 我們背了一袋的那個雞排 去那個 去那個YFORCE分的時候 大家那種感動 對 很熱鬧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要在各個產業長久去做經營 要呵護台灣的電競產業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來做經營 所以其實我們蠻願意在持續在這邊做一個投入 能夠讓 希望能夠讓台灣的電競產業 為台灣的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Lamb Party的一個生態能夠更活絡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把電競這種東西 導到比較更正向的發展 大家覺得說 它其實也是有一個正式的展覽 它不是說好像 在玩它 玩自己的 在玩自己的 或者就是說 好像是不好的一個字號 那些東西我覺得 我們都不希望這樣 我們希望就是 藉由這樣的展覽大家 開放給所有的人看 然後大家來參與 然後能夠知道說 原來電競是一個很健康的活動 其實現在電競也開始有 因為其實我有看過選手他們在比賽的那個過程 那真的是很壓力 那種精神的壓力 其實很像是在 就是在跟那種運動比賽是很相似的 是 因為我本身也有玩英雄聯盟 是 那我在玩英雄聯盟的過程中 其實它就是一個團隊合作 對 其實說在參與這個電競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有攻有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電競其實是一個有策略的 是沒錯 所以我覺得針對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的一個 平衡發展也是很有幫助 就是要學習團隊合作的策略 都需要去動腦思考 對啊 OK 那這樣子我們之後像技嘉來到這樣的電競生 那技嘉之後在電競領域 會有什麼樣的角色跟實力嗎 想要帶給玩家什麼樣不一樣的體驗嗎 我們希望就是 提供給一個玩家更完整的一個環境 包括說你們身後座的這個電競椅 對 這個也是我們近期開發的 好初次 對它這個電競椅 事實上可以平躺的 你打累了可以直接躺下來睡覺 就是BYO就直接這樣睡 對 就直接躺下來睡覺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帶給玩家一個更完整的一個環境 包括說 從我們本來的主機板顯示卡 再往外擴通 包括說 鍵盤、滑鼠、機殼 這些所有的零堵件上面的堵層 那包括說我們的筆記本 等級的部分 我們希望給整個電競的產業營造一個更新式的環境 然後更專業喔 所以說 比如說 我們在打籃球有籃球鞋 對 那為什麼打電競是坐普通椅子呢 是啊 這個是不合理的嘛 因為大家在這樣的話 沒有這個專業性在這邊 所以打電競其實它的椅子的需求 跟我們一般的椅子是不一樣的 了解 所以就是從 我們技嘉從原本在電腦核心 開始往外發展 變成一個 技嘉的電競的family 讓給玩家一個 從頭到尾的完整的遊戲體驗 對 應該是說 這個策略是 不是我們想要推個玩家的 這個策略是 玩家希望我們做的 對 因為在我們賣顯卡的過程中 我們跟玩家有很多的互動 那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顯卡只是代表電競的一部分 它還有很多的需求 沒有賣版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在這一塊 帶給玩家更全面的東西的話 這些產品的營運而成 這樣子 是沒錯 所以就是從 主機板 顯卡的 開始到 機殼 電源 周邊 都可以看到 技嘉的產品 對 對 怎麼這樣 未來 是不是連電競桌也可以出現 電競桌其實 我們一次有在考慮 只是說 電競桌現在大家並沒有 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 什麼叫做電競桌 什麼不叫電競桌 就是說 這東西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 到底電競桌要具備什麼樣的元素 它才是一好的電競桌 所以這一塊其實你可以思考 只是說這一塊來講的話 在發展上面可能會沒有那麼快 所以就 未來的話 技嘉在電競桌邊會有很多很 特別很出色的產品出現 應該 只要需求 消費者的需求還沒滿足 那我們就是一直努力想要去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之前也是玩遊戲玩得很入民 所以對於這些周邊設備 我也希望能去經驗到 其實我們在看完遊戲這件事情 是一個點線面的過程 是 比如說 到底我們手背喔 在用一隻滑鼠的時候 它舉起的高度應該是怎麼樣 讓你整個控制滑鼠 是能夠最舒適 還有你的視線 跟著螢幕中間 到底是怎麼樣的高度 能夠讓你的反應最快 或者說最舒適 玩久了以後不會有脖子上 或者是身體上的 腰痠北痛 對對對 所以這東西其實都必須要有 更完整的呵護 最好像我們在跑步 跑步鞋就會有說 你的包覆性 你的穩定性 一樣 它其實也有很多的不同的 電競其實到最後應該是 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 最適合他的電競的整個配備 但是要做到這樣 才是一個好的電競桌邊 總之也期待會 技嘉未來能滿足我們 各式各樣玩家的不同需求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做 盡我們自己的一份心力 好 那ADI 好不容易來到我們 技嘉到Wipeforce 有這樣的攤位 可不可以幫我們提頂一下 我們這一次攤位中的 一些重點特色嗎 我們這次攤位主要推的 就是我們新推的一系列 一Trim Gaming的系列 那Trim Gaming系列 我們這次包括電子女 鍵盤滑鼠 機殼 然後那個 CPU的風扇 顯示卡 我們都完整的一個系列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來這邊 實際上體驗感驗 體驗到我們的產品 那這一個 這套系列的產品 最主要特色就是 我剛才跟你講的 我們一Trim的意思 不是說我們做得很誇張 你確認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無止盡的去追求 玩家到底要什麼 然後提供給他最大的滿足 這樣子 給玩家所需要的 滿足玩家的遊戲需求 對 那另外我們也有展 我們的Aros的 筆記型電腦 對 那Aros筆記型電腦 主要是瞄準高階的玩家 就好像有點像是 Toyota跟Lasers 是 那Aros是我們的Lasers 這樣 WOW 那當然我們也有 展技嘉的筆記版 那我們筆記版 現在能夠推的就是 有各式各樣的 聲光效果 多色的表現 我在後面有看到一個 VR的遊戲區耶 對 就是獨家嗎 對 我們這次是台灣獨家展 這種多對多的 VR對戰的遊戲 那其實VR的實際上實驗 也是一個我們之後 能夠都會去體驗到 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玩家六日有空 一定要來到技嘉攤位 對啊來體驗一下 來體驗一下 做做這張電競椅 甚至我們新的電競周邊 然後甚至體驗 我們VR 有新帶來的特色 對 我們希望我們的BOOST 在 我們BOOST 只要是你看到技嘉 屬於電競的攤位 我們都希望你來這邊 能夠不虛實行 所以說 我們 盡我們的力量 我們是做硬體的嘛 所以我們有最先進的硬體 還有跟一些媒體啊 或跟一些軟體業界 有很明確的聯繫 對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的攤位 的設計 最大的目的就是 不是賣你硬體 或提供規格而已 我們要對攤位最主要目的 就是說 你來參加我們攤位 你可以體會到最新的遊戲的感覺 是 就是賣給你是那個體驗感 對 應該是說 你來這邊 你就可以 因為我們本來在家裡 我也不知道說 我到底 對 現在明年後年 我電腦要不要換 我可以得到什麼新的體驗 是啊 可是你來我們這邊的攤位 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現在電腦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那這個體驗 是不是我想要的 這個體驗 是不是讓我覺得更有趣 這個才是最重要 親自體驗 對 能打到 玩家心裡的那種感覺 對 來體驗下一代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OK 了解 好 那我們就這一次就謝謝Eddie 為我們做這麼深刻的介紹 好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我是技嘉電競周邊事業群 協理 Eddie 歡迎大家來參觀 技嘉Wildforce的攤位 跟我們一起同樂 請問大家 請問你 請問大家 請問你 請問我 很常見 我可以 請問我